第十五集 神無血脈、神級血統 湯月露好無形象地吞了口水 她天賦雖然不錯 但她無這種神級的血脈、神級體質 亦無神級的高法 而且不僅是她無 這個世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無 怎樣?心動嗎? 嗯,心動 湯月露毫不猶豫地點頭 嘩,這個換了是誰都想要 想要嗎? 江泰原就像個大灰狼一樣 一步步地引有小白兔進入陷阱 但你怎樣確定這些東西都是真的? 湯月露她不相信 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願意販賣神級套餐? 這裏隨意一樣拿出去賣 都可以令到整個世界血流成河 噢,這個只能靠你自己證明 做生意我只能保證商品不假 江泰原輕飄飄地說 她怎樣都不可以給她一份 要她確認真偽 開玩笑呢,她自己都還想要呢? 對了,這些神級套餐你買不起 你可以玩一下這個轉盤 運氣好,神級武技,神級功法,神級血統都有可能 江泰原淡定地說 湯月露隨著指示看過去 轉盤上邊九個區域 八個多謝參與 一個獎勵,神魔血統 轉盤旁邊放著一塊牌 一金幣一次 你為什麼不嘗嘗呢? 湯月露突然說 嘩,沒錢了 江泰原歪了歪嘴 蛤?你會沒錢? 黃明明也請了人吧? 湯月露不信了 江泰原聳了聳肩膊 在湯月露驚嚇的眼神裡 突然消失不見 湯月露面色一變 正有所動作 突然背後就傳來了江泰原聲 嗯 我的錢全部都投入去了 就得一個神級的武技 湯月露震驚嚇 這個時候江泰原沒有隱藏 修維顯露出來 沒有到六階 同為沒有到六階 自己剛才沒有發現他是怎麼消失的 難道那兩個強者也是為了這些血統攻發而來的 但是足機實力完全可以強強啊 你果然不是廢柴啊 湯月露眼裡閃過一抹精光 考核之前 他和其餘的學生 基本上都知道這裡一些信息 廢柴江泰原西門請 被人發配來這裡看守藥田 眼前的人 手下有先天足機高手 怎麼會是廢柴啊 還看守藥田 聽聞這個人 是學院收養的孤兒 難道他親人過來找他 湯月露出來吸了一口氣 不再多想了 我想先熟回我的玉露 這裡是一百元幣 哈哈 不愧是青月學院的天才 果然有錢 江泰原輕輕一小 卻是沒有拿出玉露 這個做生意 你一百元幣典當 還想著一百元幣熟回去 當然不行 唐月露臉色一邊 神情也冷了下來 你要多少 一百二十元幣 最低價 這個是系統規定 不做無理的買賣 嘩 真是黑啊 唐月露哼了聲 還把玉露清了 順利得到一百二十元幣 嘩 挺有錢啊 江泰原心裡驚訝 收了玉露 可惜 這次他沒有提醒 典當可以提醒 但熟回去就不給了 這樣一來 亦都防止江泰原找人 典當熟回操作 拆爆系統 付完錢 唐月露就要離開了 江泰原忍不住就問 嘩 你真是不試一下 你都見到我的武器了 這個神武血脈 不是隨時都有的 每日都會更換的 湯月露猶豫 神級血統就在眼前 如果就這樣走了 怕是自己會後悔 摸了摸個袋 還剩下一枚元幣 一些金幣 一金幣一次 自己這麼多次應該可以吧 嘩 想到這裏 湯月露來到轉盤前面 塞了一隻金幣進去 謝謝參與 湯月露面無表情 又扔了一隻金幣 謝謝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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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魚哥 我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 黃明明的聲音傳過來 帶著激動和興奮 江泰元抬頭看過去 一樣是一身不見得人的黑衣裝板 立刻笑奇奇地迎上去 哈哈 恭喜 跌得第一 哎 客氣客氣 還錢 黃明明的面色一刻 剛才還好地地 為什麼轉眼就想著錢 不過 他很大方 一廢手 一個錢袋出現 呀 魚哥 你點一下 一千元幣 一枚都不少 系統瞬間掃描 確實是一千元幣 滿意敢點頭 嗯 不錯 黃兄弟果然是可信之人 黃明明送了一口氣 同時也很引起 哎呀 魚哥 你知不知道 這次真是太爽了 奪得第一名 那些人看我的眼都發光 黃兄哥 恨不得哭著地求我 做我的美女 你知不知道 我們這群湯圓佬 校園入面出名的校花 他都對我有意思 是呀 清冷的聲音傳過來 當然 黃明明握高頭 好可愛地說 黃兄哥 你是不知道 當時湯圓佬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 恨不得咩 是甚麼呀 來一下 清冷入面帶著一絲的殺機 是甚麼呀 呃 不對呀 玄哥 這把不是你的商品 黃明明握了一下 本能 本能敢轉頭看過去 馬上整個人都定了在這裏 黃明明 黃明明 你還真是有錢 湯圓佬冷笑著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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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送來一千元幣 看來黃明明 這下賺了不少 要生氣回來才行 哈哈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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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太原也都會是面識一刻 哈 你知道有 不知道看到價格嗎 哈 整個ciwait dropще給我王家放離 黄明明本來還想繼續說 下一刻就不聽賣信 說不出話的 您是什麼 demon Trust 你們皇家,賣了你皇家都買不起 湯月露冷笑,同時不停地投入金幣 換回來的全部都是多謝參與 魚哥,這些都是真的 黃明明機械地轉頭,望向江泰園 他感覺自己身體快動不了 江泰園笑咪咪地點了點頭 嗯,這些都是真的 但你買不起,可以去玩一下轉盤 就是湯小姐那個 哦,轉盤? 黃明明疑惑地看過去 看到湯月露不停地投入金幣 嘩,這樣才多久? 湯月露就扔了100個金幣? 江泰園都驚訝 嘩,因為小金虎多了一枚金幣 激氣呀,又是多謝 湯月露生氣爆爆地不停地投入金幣 黃明明看著轉盤 見到上邊的神武血墨,心慾 但轉盤只有一個 湯月露不讓開,他都玩不到的 哦,等他如食吧 謝謝參與 呃… 江泰園,我要點檔 這個肉杯你拿去吧 給我100元幣,我要奮戰一下 我就不信這個神魔血墨拿不到 呃… 你剛剛熟回去,又抵押 還要奮戰一下?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下集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